我是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林森蓮 由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舉辦的婦女健康日期啟動禮 現在正式開始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首先我很高興在民建聯總部港島區 做婦女健康行動日的啟動禮 首先我很榮幸邀請到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恰恩醫生 還有歡迎我們合辦機構 我們有銀騎士聯合創辦人林淑華女事 我們有香港與銀基金會創會人張淑儀醫生 還有Soul Hearing的心靈輔導 成長中心及Body Restore 都支持這次活動 我也很高興在這裡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人強馬壯 我們歡迎民建聯的副主席 我們的立法會議員陳學鋒 今天都來到這裡 長岩文宇議員 還有港島區支部主席 和所有來臨出席這次活動的所有嘉賓和朋友 我們一直都推動免費的子宮頸癌西茶 另外亦都推動香港適齡的女童注射子宮頸癌疫苗 其實婦女現在面對另一個問題 香港都是人口老化 我們來越多女性年紀都比較大 年紀大了你會面對什麼呢 面對更年期 面對骨質疏鬆的問題 但是香港很少很少人提及這些問題 關於羽岩西茶的服務 其實我們和香港羽岩基金會已經連續九年合作 在不同的地區 我們十八區都為低收入的婦女 提供免費的乳健檢查計劃 去年我們在地區做了幾十場的免費骨質密度檢查 這些種種都希望可以提高婦女 對健康的認識關心 提早做一些檢查 所以未來我們都會繼續在政策上推動 我們會繼續從政府合作 我們會和不同的團體合作 我們會在我們民建聯網絡十八區 我們都會去推動 所以未來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工作 但希望都可以將這些信息傳開 給你身邊的所有朋友 所有姐妹 都讓他們知道關心自己健康的重要性 不要只關心別人 我們女性都要愛惜自己 祝大家身體健康百度不侵 多謝大家